而有意要争取市议员选举提名的这些参选人 现在也都大肆的来做宣传广告 其中现任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他也在台北市松仁路一栋大楼外墙上面 挂上了一幅大型的帆布广告 不过有人说这个帆布广告怎么看起来 有点特别 是立体版 是故意的吗 而许淑华自己本人看到了也说有点尴尬 来看到底为什么 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 寻求连任台北市议员许淑华的巨幅广告 一抬头就能看见 胸前两点让路过的民众特别注意 许淑华自己看到直说不好意思 我觉得很尴尬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如果把它当艺术来看也OK 一个创作嘛 一个创意的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处理 就让它这样啦 又好气又好笑 议员赶紧找来挂帆布的工人问个清楚 旧的铁条 你敢做铁条 晚上嘛 看不太清楚 挂好就走了 真相终于大白 但许淑华对于胸前这两点 似乎还有点意见 差很多啊 那就把那边再用大一点好了 但是一不做二不休 你就直接把它做大一点 然后就变成像3D的感觉出出来 我觉得大家可以幽默的来看这件事情 反正现在3D这么流行 虽然每个人看法角度都不同 不过这个插曲 不仅在网路上已经掀起讨论 也让许淑华收到意外的广告效果 民事新闻中的报道 不过这样的 PiS 中文字新闻中